饶雪漫漫书,故事的内容大都是以唐透新春包榜,也算是很多人新春里的记忆。 他的左耳,被包上林寐的时候,和室友一起去电影院看了。 但说实话,因为能看过小说,所以那时候能看太懂。 这样的故事情节林导时或许看得津津有味还会隐隐忧伤,但成人来看,其实还是挺会方观的。 在左耳里面,小耳朵,张望,黎巴拉,许哥几个人的青春,就像一团线,纠缠地一起扯也扯不清。 在他们的恶恨纠葛中,黎巴拉不信车祸身亡,许哥本甘明乱的人生也被毁了,而这两人悲惨的源头,竟来自一个人。 张望,他害了巴拉,毁了许哥,却收获了恶情,其实最不高得到幸福的是他。 黎巴拉是一个热情开朗,感爱感恨的女孩。 张望美丽的他喜欢唱歌,爱上一个人可以愤不顾身。 遇到张望后,对他的把势让他心操作,甚至可以没有自己的人格。 而张望在已经有了一个富交千金云友的前提下,还接受了巴拉的感情。 当然,他对巴拉也是真心的,但是为了报复许哥,他居然让自己爱的人去分离许哥。 他意见许哥是他母亲的孩子,所以利用巴拉来报复许哥。 许哥是一个成绩白线的三好学生。 优秀的他本甘前途无量,走上一条正直光明的道道。 但因为离巴拉的出现,改变了他往后的命运。 许哥从一个干净单纯的男孩,变成了一个坏男孩。 后来上了大学和一直以来,暗恋他跟小乃德在一起了。 但他却做了一系列伤害小乃德的事,甚至还出轨。 在害了许哥和巴拉后,结局却和小乃德走到了一起,收费了爱情。 奥里说最终应该得到幸福的是他,却得到了小乃德正好的一个女孩招望对李矮的喜欢。 一开始一定会有人认为李矮被当成了李矮的替代品。 但通过细节,我们可以相信,这就是单纯的喜欢,不是谁的替代品。 而许玉对李矮,才是某种意义上是李矮的替代品。 这也是为什么许玉后来失去了李矮。 李矮会喜欢上张旺的一个原因。 最后,张旺和李矮在一起了,顺理成章。 因为张旺本质上跟李矮一样,是一个像男人柔的人。 在巴拉被车撞了后,女主角刚好路过,就过去看了一眼。 最后巴拉在女主角的左耳说了一句话就用去了。 但是女主角左耳听不见,所以根本不知道她说的什么。 巴拉,此后女主角就一直认为,是要负责给张旺一直发短信。 一般了,此前对小耳朵说的话,并永终没有走出。 小说中写的是,听友爱她。 张旺这个角色,是很不讨人喜欢的。 但是她也有最最真实觉最最软弱的音乐。 让人们看来都会觉得格罗心疼。 张旺得知巴拉离开人世的时候,感觉到非常的伤心,非常的愧疑。 哪怕她的懵悔,也没办法挽回巴拉的生命。 小耳朵也走上了巴拉的那条路,冲起了烟,打扮成学生不够伪的样子。 他们的生活都将活在巴拉临世的阴影之下。 小酒都没有办法从这阴影中逃脱出来。 昨晚,她害了巴拉,毁了许哥却生活外形。 最不高得但幸福的是她。